和新任总统赖清德 合体走进录音室 两人难得放松 开口唱歌 但都穿着深色西装外套 严肃到不行 不管是回到娘家立法院 还是到靖新闻接受专访 黑色外套黑色长裤 道士登记这天换穿浅色 但不少人越看越熟悉 她现在有些二手衣 就交给我穿了这样 这件衣服原来是小英的 对啊 现在开始在整理她的东西 然后她不穿的衣服 她就整理出一些给我 好交情藏不住 穿着总统蔡英文的二手衣上节目 副手亮相这天 娇美琴的深色外套 浅色内搭 长裤还化了淡妆 朴素风格和蔡英文很像 事实上当天跟随蔡英文的服装造型师 也陪同肖美琴出席祭酒会 但私底下的肖美琴 最爱逛本土评价服饰Net 2019年选立委时 拍定妆照前还特地去制装一番 甚至出了整套台湾运动衣 还装了满满一篮 肖美琴自曝穿搭准则 就是自在舒服 肖副总统啊 她的五官其实轮廓很像外国人 而且她的侧脸有阴勾比 我超喜欢她的五官轮廓 其实她很适合欧美 或者像凯特王菲那种很优雅 然后俐落感的服装去呈现她 肖美琴五官身 其实穿搭配色上 可以不用太保守 剑铃是一种气势的感觉 所以她在出席镜头上的时候 其实画面上她这样看起来 会比较有气势 里面一样 她不要穿包脖子包得太高 因为其实她的脖型是很漂亮的 但修美琴发色浅 加上白发多 形象顾问建议 衣服别再挑 灰灰暗暗颜色 尽量穿出对比色更加分 我看过她的五官 跟她的皮肤血管色 是有点红咖啡 所以我倒觉得 她蓝一点比较深的红咖啡 其实会很像荷兰的那种女生 小美琴2022年 在华府接待台湾访问团 以一席大红色晚礼服亮相 从战猫变身女王气势 投入选战后拍摄定妆照 也尝试米色西装 搭配粉红内搭 还把当时的长发摆在左肩 少一点干练 多一点优雅 也让大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 小美琴 感谢您的观看